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陆大 那当然更没有俄罗斯 更没法跟俄罗斯比嘛 那但是总是整合起来什么 那个地理面积什么 已经不小了 所以难免有地方什么 是比较发展的比较迟缓啊 所以那个委员会的功能呢 不容小看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他还有一个什么 经济及社会福利委员会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我们刚才基于不同的区块里面呢 有问题 所以有区域委员会啊 那这个呢 他成立一开始呢 是在讨论 1957年就成立咯 是讨论我们设单一市场的话 它的利与币 还有对哪些产业比较有利 对于哪些产业什么 相对的是什么 会受到冲击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老师一直提醒大家 有人的地方是好人坏人并存 好事坏事并存 同样的任何一个福利政策 或者是单一市场 或者是全球化 自由贸易的确对很多产业是好的 但是也的确对某一些什么 是相对弱势的 是吃亏了 举例来讲 农业 最原始的 我们大家要生存也必须靠他 对不对 提供我们粮食嘛 对不对 他的确是看天吃饭的 那当然随着现在科技的突破 有基因产品 但是大家还不确定嘛 不确定他的安全性 对不对 所以还是以传统的为主 那这种呢 同学注意看啊 不管是单一市场 或者是自由贸易协定 或者是今天全球化更高层次的什么 自由贸易 同学注意看啊 大家基本上都承认 有一些产业是弱势的 特别是农业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老实讲的 他这个地方就要评估啊 到底哪个地方是优势 哪个地方弱势 那弱势怎么办 所以同学注意 今天的欧盟 甚至美国也一样 他的工业呢 在这个全球化 或者自由贸易 或者这种单一市场之下呢 赚了非常多的钱 所以德国梅克尔总理呢 他前几天刚又选上他们的 执政党的党主席以后 他就有讲嘛 他就是要跟川普完全不一样 川普你搞保护主义 我这边继续是什么啊 自由主义的什么啊 大本营 同学注意看 他必须谈自由主义 为什么啊 这就是自由贸易嘛 我德国那么多好的工业产品 我不能只在欧盟里面销啊 对不对 虽然在欧盟里面也赚了很多钱 但是还是要往外出口啊 对不对 我才能赚更多的钱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经济及社福委员会 一开始就是要评估 哪个产业可以赚钱 那你就要多付一点税嘛 对不对 那走到今天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全世界 包括欧盟 欧盟 大家都认知啊 农业是看天吃饭啊 所以农业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欧盟每年补贴他的农产品 大概一千多亿欧元 那美国呢 也补贴他的农产品 也是上千亿美金的啊 董老师的意思吧 就是因为认知到有些产业 他就是没有国际竞争力啊 对不对 而且什么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有些产品 他就是有区域性的 举例来讲 欧美国家的主食 跟我们的主食不一样 那有的时候呢 别的不说好了 你吃不吃起司啊 吃 还挺高兴的 老师来看看 周怡萱 那你呢 起司 起司 起司和臭豆腐比起来 你觉得哪个 你比较喜欢 哦 起司 为什么 哦 好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老师刚才讲 他们每年补贴他们的农产 农产品 对不对啊 除此之外 他也强势行销嘛 因为同学注意看 每个地区的人 不要说有些地区你吃牛肉或吃猪肉 这些因为宗教因素之外 这个就不提了 另外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有些区域地方 这不是你的主食 但是欧美国家就有透过我强大的国力 科技 宣传 让什么 刚才这两位同学觉得比较喜欢吃起司 其实起司也没味道啊 对不对 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本来不是我们的主食 他透过强势的行销 让你觉得什么啊 这个明明你透过你的味蕾来研判这个东西真的不怎样 不想吃 不想买 但是强势行销的情况之下呢 你觉得吃了他 在同财之间 好像你就什么啊 比较了不起一点啊 喝咖啡 要喝Starbucks 对不对 哇 讲好大声啊 我要喝咖啡 然后喝茶的 就小声一点 对不对 咖啡有什么好喝啊 他对你心脏也不太好 或者是对你 让你心脏蹦蹦跳 那你手发抖 但是你就非说喝咖啡Starbucks 对不对 然后你好像就在同学之间好像能照得住 对不对 讲喝茶好像就低调一点 然后两个讲起司 对不对 臭豆腐 不怎样 这就是什么 可能看到没有 你都被搞到 你不敢相信你的味蕾 甚至什么 可能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我们现在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因素很多 但是有一个因素 你们常常看到一些报道 医生说是什么 饮食西化 对不对 你们下次再 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下次注意看看 很多癌症的报告里面 研究报告里面有一个因素 因素当然很多嘛 有一个因素里面就是饮食西化 哇 在台湾那么湿热的打野吃吃牛排 还要学外国人要吃不熟的 那你不是找死 花钱把自己搞死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外国人都这样吃 不是吗 对 电视上广告 网络上广告 把你搞到吃熟的牛排 你都觉得你自己太没水准了 对不对 要吃三分的 或者是那种血淋淋的拿出来 你就觉得你看 你的境界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他们这种强势到什么 那种冥冥血淋淋的牛排 根本没什么味道也难吃 但是你不相信你的味蕾 你相信这种什么 西方的强势的什么 宣传吗 看到没有 你都不敢相信 你不敢相信你自己啦 对不对 那甚至同样 在座有没有同样喜欢喝可乐啊 或者是现在从可乐衍生出来好多种那种 那种其实含糖分很高的饮料嘛 对不对 那个最早为什么大家要喝啊 啊 生病 对 那个最早它的原始配方就是咳嗽药水的配方啊 只是咳嗽药水里面没有气泡嘛 对不对 那你喝咳嗽药水的时候 你多痛苦啊 皱眉 哎呦 甘心 对不对 你在治病 但是 哎 你花钱买那个 你高兴的不得了 噗 一拉开还响一声 你看多生气啊 你看看 喝可乐 对不对 那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那就是咳嗽药水的配方啊 然后后来当然衍生出来很多种 那就是含糖量过高 对人体不好的饮料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大家就是要喝啊 那就是什么啊 你其实也真的细想一下 其实也不是很好喝嘛 你不相信你的味蕾 对 然后花钱把自己导致毛病来 为什么 就是西方这种强势的文宣 铺天盖地的什么啊 这种广告 使得你什么啊 不得不什么啊 接受啊 你不接受 你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什么啊 好像跟不上时代的人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经济还有社福委员会呢 他那个时候就是在研讨 哎 我们成立单一市场的时候 哪一些是比较强势的 该怎么行销 那弱势的该是怎么样处理 补贴他 然后什么 透过什么 政府与和政府的谈判 强势的什么 打开别国的国门 让别国的老百姓非吃不可 懂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接下来呢 欧洲中央银行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1970年代欧盟就开始测试 让每个国家的什么 货币的币值每天波动不要什么 差别太大 然后慢慢让他趋同嘛 1970年代就开始了 那这个呢 欧洲央行是在90年代 所以同学看他们测试了这么多年 终于成立了啊 那他的重要的任务呢 当然看到没有 其实是非常良善的 稳定物价还有金融财政体系 那但是欧债危机之后呢 那很多特别是欧洲这些国家就埋怨 这个欧洲中央银行 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师以前提到过 欧盟他的一个运作的基本原则 就是说你每个会员国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老师是不是以前提到过 辅助原则 也就是说你自己先要用尽自己一切的资源来解决 解决不了的时候呢 欧盟才出来协助你解决嘛 这是辅助原则啊 好 那所以你欧债危机出现了以后呢 其实你自己国家 像希腊啊什么这些你要先解决啊 那希腊早已经是用尽一切手段都处理不了 所以才爆发的嘛 对不对 所以欧洲中央银行切进来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什么 当然带一大堆钱给你啊 但是你的人家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是其他欧盟这边抽税抽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能浪费啊 对不对啊 那大家怪 除了欧猪之外 那其他非欧猪国家呢 也在这个时间点也做了一些反省 反省什么呢 也就是说 欧洲中央银行它负责发行欧元吧 对不对 那欧元呢 每天是涨多少或者是跌多少呢 基本上也是欧洲中央银行在操盘嘛 对不对 那所以就变成什么 会员国 传统每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还有财政政策都握在自己政府手里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发觉你自己国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的时候 你为了促进出口 你可以怎么样 这样贬值啊 货币贬值啊 对不对 举例来讲 我们今天台湾为了刺激出口 那我们政府当然会想很多办法 但是其中里面一个办法就可以什么 好货币人民 台币贬值 那当然台币贬值呢 是中央 我们的什么 彭总裁说了算嘛 好就把台币贬值 那现在变成像希腊或欧盟里面 所有欧元区里面所有国家 他没有权利讲说 诶我的什么 欧元贬值 因为欧元贬或涨 全由什么 欧洲中央银行决定了 会员国都无权决定了 那当然会员国强势的会员国 他可能什么 会反映意见给这个中央银行嘛 对不对 那中央银行整体考量 但是会 单一会员国没有办法切进来说 诶我这个国家的欧元 自己贬值 没有这回事 所以的确什么 在欧债危机期间 欧盟也有在 也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说欧元呢 他的涨跌 都是欧洲中央银行在决定 那另外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同学注意看 常态之下呢 以台湾为例的话呢 我们彭总裁说 好 那这个台币就贬值吧 鼓励出口嘛 那另外什么 也可以搭配什么 我们的什么 汇率啊利率 银行的存款利率 可账可跌嘛 两大政策 财政政策 或说我们的税啊 是可以征税 或者是减税 这几大政策联合起来 货币的贬值 税务的增压 或利率的增跌 这几大政策联手什么 来处理的话 如果处理的成功 老师也讲啊 老师也不敢说百分百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呢 那的确可以什么 让台湾的出口增加嘛 对不对 增加税收嘛 对不对啊 那这是成功的情况 那我们 老师刚讲 又是货币的增贬 利息的什么 利率的增跌 税务的增加或减少 这几大什么都握在自己国家手里 可以灵活的操作 那现在欧盟的会员国呢 最起码欧元的账跌 他没有全力处理 所以他剩下可以处理 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成长的政策工具 的确是少了一大项嘛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 并不是说交给欧盟 少了一项以后 你就必然吃亏啊 但是什么 一旦出现这种欧债危机的情况下 那当然政治人物他要脱罪 他当然就怪到欧洲中央银行嘛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 那我都揽下来了 那我只好下台一鞠躬啊 都是我搞坏的 对不对 所以都怪到他的头上来了 好 那欧盟的机构介绍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欧盟今天 基本上我们把它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呢 就是走到今天都什么 都还运作不错的什么 欧洲共同体 他里面负责关税联盟 还有单一市场 那英国今天 所谓的软脱欧呢 就说这个他还要参加 看到没有 院长学注意看到没有 他这个是解决贫负差异 保障这些 既有的这些啊 粮食的补贴 还有这个贸易 同学看到没有 所有对海外的这些贸易 他什么 他都谈判啊 但是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这就是老师之前讲的 前大英国协的成员 他们什么 随着英国的退出欧盟 他们必须什么 自己和欧盟来谈 看到没有 因为人家自己有人家的 对于地中海地区 亚洲非洲加勒比海 还有南美洲 人家有自己的什么 自由贸易相关协定啊 所以你们大英国协成员 澳洲纽西兰啊这些 你们在英国脱欧之后什么 要跟我欧盟重谈 要不然没有什么零关税 没这回事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甚至包括大英国协的成员 都希望你英国 你赶快谈判啊 对不对 因为你不谈 让大家都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情况嘛 你说你要退出来了 这是确定的 但是怎么退 何时退你 都一直不讲啊 对不对 所以造成企业他也不敢投资啦 那是该撤离还怎么样 全部处于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生意不管是哪行哪业 他赚赔这都很清楚 赚了当然很高兴 赔了他也认栽 但是最怕的就是这种不确定 让他既不晓得是赚还是赔都不知道啊 能不能投资啊 到哪投资啊 都不晓得啊 都不晓得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英国呢 他就是想软脱欧 就是这一部分他想继续参加 那这边呢 这个共同体这一方面呢 特别同学注意看经济还有货币啊 这个他是经由我们之前讲过三个阶段才发展出来 今天的什么货币联盟就是什么出现一个欧元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他这个过程是非常久的 而且他为了整合不管是货币市场的流通啊 甚至商品劳力物力的流通都有一定的规范 所以呢后来加进来的国家同学注意看啊 他要求的标准大概都已经是非常确立了 所以造成什么东欧啊 一些国家他脱离了共党统治要转型加进来的时候呢 是失败的有一些什么根本达不到欧盟的标准啊 因为欧盟要求的是什么 因为他自己都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他从1970年代为为那报告里面就开始了 然后我们之前讲说汇率或这个利率这样子上下波动啊 调试然后到最后什么啊 人力物力同学们读书各方面都开始什么 打通关这个关税壁垒 边境也都打开了 让同学们也都可以到别国去念书了 他整个陆陆续续什么 其实是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啊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些我们之前都说这个多好啊 对不对 欧盟也因此什么 的确什么 经济成长各方面也都很好 那但是自从什么 同学注意看 2008年的什么国际金融危机 2010年的欧债危机 然后再加上陆陆续续的什么恐怖攻击 还有难民政策 使得什么 欧盟今天的老百姓 对于以前这些都讲是好的这些事情呢 他开始质疑了 对不对 因为以前这个的确好啊 人员的交流 同学看到没有 撤除边境管制入境 还有这些相关的什么 通通撤除了 然后再什么 入境啊 他有一相关的法规 举例来讲好了 老师之前不是有提到过 那个深耕协定 那我们台湾现在大家如果说去欧盟的话呢 我们只要从深耕协定签约国进去 然后在欧盟里面到处跑 大概90天都不免签嘛 对不对 那好 那现在之前我们很高兴啊 那他们愿意给我们也是因为希望我们过去什么 消费嘛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他又想你的消费 但是对于你进来这么一堆人呢 好像开始质疑了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啊 那当然这就是欧盟什么 同学注意看欧盟里面的老百姓 你今天你自己什么 你自己要做一个抉择 你不能只要好事啊 坏事当然大家都不要嘛 但是解决方法是什么啊 这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嘛 对不对 老师不是有提到过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问题嘛 没有说有人的地方诸事大吉 没有的 有人的地方是有问题 而且问题一大堆嘛 那要想办法解决啊 对不对啊 你不能说有难民了以后 就想到他们赶回去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外国货进来 你就什么 那我给他加一大堆税 那你给他加一大堆税 那你的货出去到别人的地方 人家也给你加一大堆税啊 对不对 那这样子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嘛 对不对 那但是问题 同意注意看 现在这在所谓的民粹当道的情况之下呢 大家不管这么多 你反正你就是要给我想办法 把外国人赶走 然后好东西当然还是要进来 但是要很便宜 但是要很便宜 对不对 如果不便宜 那当然就要对付外国 说他是请销 要惩罚他 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种情况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老师建议大家 要很严肃的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今天现阶段啊 这种民粹当道 然后经济 好像大家又要设各种障碍 不让人家进来 有可能造成经济的什么 更萎缩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反难民众 所谓的民族主义的高涨 其同学注意看 现阶段这个情况 跟两次世界大战 在欧洲开始爆发前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哦 所以可预期的未来有战争 不是随便滥讲的哦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哦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说 哎老师啊 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 不是握手言和了吗 那东欧和西欧这个地方 也握手言和了 那东欧很多国家 也加进欧盟啦 对不对 这下是应该是天下太平啦 对不对 但是同学注意看 这几大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 那欧洲的历史经验 那就是战争了嘛 看到没有 举例来讲 本来是好事啊 大家讲说 哇不得了了 人可以流通 资金银行的服务业 所以后来是 大家身上都有 都有什么 金融卡 对不对 好还有什么 银行啊 保险啊 各方面 银行流通方面 同学注意看啊 瑞典呢 前大概前几个月吧 陆陆续续什么啊 开始讨论什么啊 以后我们不用纸钞了 为什么不用纸钞呢 资金 资产 各方面 同学注意看啊 传统的社会里面 最原始的社会里面 是以物易物啊 中外都是如此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要一点纺织品 跟你换一点青菜 或跟你换一点米 对不对 大家以物易物 对不对啊 自从有了货币这个东西发明了以后 同学注意看 是不是人就开始有了阶级之分 货币作为交易工具的发明了以后 人就有阶级的什么差异了 拥有比较多的货币的人呢 社会地位各方面就比较高 没有的或者是比较少 你就比较下面 你说老师啊 那我还是种蔬菜啊 我还是有米可以跟人家换啊 那你的蔬菜和你的米的价格 对不起就不是你决定了 对不对 那甚至有可能人家把你全部收购走了嘛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青菜和米 就已经不再是交易工具了 以前我跟你换 就等于说他既是什么 蔬菜他也是交易工具嘛 那但是现在对不起他就只剩是蔬菜啦 对不对 所以金钱发明了以后 同学注意看 没有金钱发明之前也没什么资本家嘛 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都说是资本家 也都可以是无产阶级嘛 因为没有这个金钱的工具的这个发明嘛 对不对 那好那金钱工具发明了之后呢 走到今天 那当然最原始有铜啊 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银啊什么对不对 那走到今天是紫币 那但是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既然这是一个交易工具 就必然有人想要垄断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动荡期间 有一些地区的货币是什么缺少的 让很多人手中没有货币进行交易 他可以被控制 他也可以作假 所以是很多地方有假钞啊 欧元一大堆假的啊 欧洲中央银行每年定期都处理一大堆假的欧元啊 那个纸张 那个铜板欧元不是有十块五块那种的吗 对不对 那个也有假的 对不对 所以终极为了解决 那些同学注意看 在欧洲啊 他们认为最早是什么 开始用纸币 以前有铜啊有银啊这些对不对 最早开始使用纸币的是瑞典 那刚巧又他最早开始讨论 是不是要把这个纸币给废掉 他们最近就在讨论 那当然你可以说老师那用信用卡 那现在不是手机啊什么都可以付钱了吗 那也是一个办法 甚至同学注意看啊 他也可以解决什么钱荒的问题 举例来讲老师不存善念 一天到晚就想着把什么一大堆新台币什么 给收购过来搞起来让什么 其他同学什么要买东西的时候 没有钱没得买 那当然信用卡是后来发明的嘛 对不对这些东西是后来的 那如果只有纸币的时候 老师把你们通通信台币通通搞扣住 那你出去要买什么都没了 对不对那银行也不发钱给你啊 银行不是负责发钱单位啊 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就会被老师给控制住啊 对不对所以他的确这个交易工具发明了以后 的确带来方便性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 那这个问题走到今天 大家觉得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特别是什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同学注意看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从美国那边开始的嘛 对不对啊 那然后发展到影响到欧洲 同学注意看啊 那当然后来就带出来的这什么 欧债危机这些欧租 同学注意看啊 其实欧债危机呢 他跟美国的那个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 美国的那个什么 四级房贷 其实美国人他的那个问题呢 同学注意看 美国人很多是没有钱的 他是靠什么 举例来讲你可能认得一些美国朋友 那些美国朋友呢 你可能去他家 你会觉得哦 他怎么这么 他家好棒哦 房子好大 又有游泳池 什么都有 但是什么 他是全部跟银行贷款去买的 他其实口袋里面 他存折也没有存款 口袋里面也没什么现金 全部都是贷款啊 对不对 所以银行一倒 所以你们看 美国底特律这个城市 汽车工业城 居然变成空城呢 然后好多美国人呢 一下子什么 住在马路上啊 为什么 就是没有钱啊 银行也没有钱 然后你更没有钱 去还这些贷款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是没有钱 大部分的美国人过的生活 跟他的实力是不成正比的 我通通是借来的 我都是跟银行借来的 我其实我根本没有这些钱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一下被迫什么 收拾行李就住自己家门口了 看到没有 那欧债危机后来冲击到欧洲呢 欧洲又是另一个情况 除了希腊这几个租之外 其实欧洲还是很有钱 那他为什么出危机呢 就是因为什么 他们很多钱是放在美国的银行里面 造成欧洲的钱什么 流通不足啦 举例来讲 老师还是很有钱 老师可能家里一亿欧元 那但是我这个一亿 不可能都放在家里啊 对不对 我可能在什么欧洲投资 我也有本事到什么 美国去投资 那我投资我是放长线的嘛 我也不假定你那边会有这么大的危机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我本来就是我预估 我这二十年之内 我的一亿的欧元里面 我可能有什么 九千九百万 我是不会用到的嘛 所以我才到处去投资啊 不是吗 对不对 结果呢我现在投资的东西 因为你那边出危机 我没有办法马上回收啊 但是我的钱还是有的啊 所以欧洲的问题是出现在 资金还有资产的流动性受困 那美国那边就是穷光烂 你本来就没钱 你还装的跟人一样 懂老师的意思吗 哦又住大房什么的 其实你根本就是空心的嘛 那欧洲是 其实局来讲欧洲有很多 包括我们台湾也一样 局来讲我们台湾银行很多钱 对不对 但是台湾银行的钱 不可能每天就锁在台湾银行的 这个银行里面啊 对不对 他也是转投资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转投资 投资到美国去 那这下也傻眼啊 对不对 美国都垮啦 不是吗 那当然 那他之后还是要还给台银的 只是什么 你那个时候你也拿不到 因为他也受困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台湾有些银行 也是面临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我不是没有啊 我从那边放你那边 你垮啦 对不对 这几百年从来没发生过的事 就就就就就让我碰到了 对不对啊 所以你那边你是没钱的问题 我这边是什么 流动 什么 受阻 所以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这也刺激了欧洲 不仅是瑞典 欧洲也在想啊 那这个钱的流动性的问题 如果说要解决的话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们非常重视马云啊 大陆的那个马云 就是他怎么这么有脑袋 又想出支付宝 又什么这一大堆 那这一大堆的东西什么啊 其实同学注意思考看看 他是不是就有可能解决资金流动不足的问题 因为你钱没有去没有说啊 我们每天必然什么要印多少 纸钞出来让大家用 如果其实我也印的够 但是又被人黑道给掌控啊 让大家也都拿不到这么多钱 但是大家要进行交易啊 所以透过这个支付宝这些东西 是不是可以在银行里面大家进行交易 也不用担心钱被黑道掌控啊 或者是钱哪里出了状况 被卡住在哪个地方动弹不得 那变成数字都在银行跑来跑去嘛 对不对 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有钱放在银行里面嘛 对不对 那银行也不用担心 这是真钞假钞 反正大家都一直在那里面什么啊 手机里面啊 银行里面这样子赚嘛 没有不需要拿到这个实体的钞票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看没有 欧洲国家为什么都请马云在那边演讲 德国总理梅克尔坐在下面听 就是什么 欧债危机 让他们理解到 资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也可以搞垮一个地区的什么 经济啊 看到没有 所以要解决想办法啊 那瑞典是比较早就开始什么啊 想说是不是要废掉这个 紫钞 那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 没有像马云想到什么支付宝啊 这些问题 他们只是还比较传统的 就是那就信用卡嘛 对不对 大家也不要用紫钞了 大家就用信用卡嘛 因为信用卡当然就类似 有一点类似支付宝嘛 只是支付宝更厉害 还用手机啊什么都可以用嘛 对不对啊 就更电子化商务的一个需求 所产生出来的 但是欧洲这个地方 他不是为了电子化商务 他是为了解决什么 这个欧债危机 对于他的冲击 他理解到这个交易工具的什么 流动不足 居然造成的杀伤力 也让欧盟差点栽跟斗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所以资金 自由的资金交流 当时都是好事 现在大家都现在都觉得说 那有点问题了 那当然这个单一市场 英国还想要嘛 那的确同学注意看 他为了成就这个市场 单一的欧洲国内市场呢 也测除了边界 然后法律相关的行政 大家也都一致啦 那排除这个限制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为了打通整个欧盟市场 所以相关的法律呢 大家通通都一样 所以现在变成说 你英国要脱欧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留在想要留在欧盟里面的 这一派反扑的一个重要的论述 就是什么啊 因为你要退出欧盟啊 这些法律就要废掉 英国内部这一些相关的法律 跟单一市场有关的这些法律呢 都要废掉 法律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法律啊 都要废掉 那要留在欧盟里的这一派 最后的反扑所利用的工具就是什么啊 英国所有的法律呢 首相或者是行政单位没有权利 废除哪一个法律 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讲啊 行政院提出法律草案 让什么立法院通过嘛 那欧盟也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啊 行政单位提出法律草案 让议会通过 对不对 那都是讲通过通过 对不对 那要废止呢 已经通过 而且实行了几十年的法律 要废止呢 同学注意看 在英国 他跟别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只有女王 或当然广义的国王啦 国王才有权利提出来要废 国王说啊要废掉哪个法律 那议会就配合 不是你英国首相跑出来说啊我要脱欧了 所以欧盟的单一法案在我英国一切都作废 你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看到没有 现在英国内部在打来打去啊 就是什么啊 希望留在欧盟里面的人做最后一级啊 希望什么啊 英国还是留在欧盟里面嘛 因为这样子想可以把你卡住啊 你这个法律没办法过啊 然后大家对女王施压嘛 那女王不说废这些法律 那你等同英国什么啊 还是被迫留在里面啊 对不对 这是留欧这一派的什么啊 打得如意算盘啊 那现在就看他们内部的角力啦 看然后再加上看女王 女王有什么意见 对不对 或者是说女王倒向哪一边啊 这都是什么啊 大家可以持续观察的啊 好 那刚才讲了 欧盟这个农业补贴 补贴一千多亿对不对啊 那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啊 这个补贴啊 同学想看一千多亿耶 欧元耶 也是很多吧 对不对 那到底有没有效率吗 因为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 欧盟是吧 前去年前年 就为了这个 共同农业政策的补贴方面 老师是不是提到过 欧盟和美国的农民 都是强势的利益团体哦 他们经由农会啊 所以他们非常团结 每次选举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做 他们的票数又多 又团结的话 他们支持哪一个候选人 对于哪 每一个候选人都很重要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同学看到没有 你只要议会不满意 同学注意看哦 每一个人包括你我都一样 我们内心深处也都有贪的这一面啊 对不对 作为一个农民 你不能指望什么 每一个农民都是很知足的 或者是每一个农民 也理解其他行业也需要补贴的 或者说其他行业也有它的困难度 对不对 你不能指望所有的农民都有这种认知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当他们不满意的时候什么 对补贴的额度不满意的时候 他们也走上街头啊 甚至同学有没有印象 两年前吧 甚至他们拉了一大堆的牛奶 什么 倒在布鲁塞尔的街头啊 看到没有 就浪费糟蹋那个牛奶啊 什么全部倒在那个街头上 来抗议啊 觉得自己被补贴的不够啊 对不对啊 那当然你太过头了以后 其他行业也觉得什么 你这么浪费 对不对 已经补贴你那么多了 你还不知好歹 不知足 对不对 所以变成在议会里面角力 那角力的结果呢 同学看到没有 就是说农业方面的补贴呢 改采什么 和生产量脱工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你如果由生产量来决定 要不要补贴多少的话呢 那有一些即便不怎么样的 但是他还是拼命生产啊 那也是一种浪费啊 对不对 其实英国当 几届之前几届的什么 首相对于这一点呢 他们是一直抗争 也就是说 也有可能我们换另一种讲法啦 英国自从什么啊 加入欧盟以后呢 他可以说是什么 从加入的第一天 到现在要退出 他都在抗议 这个共同农业政策 对我英国是什么啊 吃大亏啦 因为英国我们知道 它的土质各方面 是比较不适合农业的 是比较适合畜牧业 所以这方面的补贴 他都拿不到 所以他觉得他亏大本啊 那你们这些拿到的呢 又这么浪费 对不对 你们拿的太多 然后我什么都没拿到 所以从加入的第一天 一直争取到什么脱欧 这一点就是被狠追猛打嘛 因为的确 注意看啊 如果以生产量来决定的话 那我当然就拼命生产啊 但是我这个可能 也不怎么样的东西 我就拼命生产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浪费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这种调整啊 好那这四大标准 同学注意看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欧盟呢 是只有17个国家使用欧元嘛 还有几个国家没有使用欧元 除了第一他现在一段不想加入之外 另外就是什么 你的能力要够啊 那这所谓的能力呢 就显现在这几个重点 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好了 不是说哪一个国家想要加进欧元就用的 没有这回事的啊 好那就先下课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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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